来得到什么叫做守三羊都交汇于大罪 守三羊就是大肠筋加小肠筋跟三肖筋 三条筋都会在带会交汇于大罪 换一次大罪不好守三羊也不好 守三羊不好大罪也不会好 来请看会这边的动作 这位先生我就是让他一直坐着这个 双手交叉在前后摆动的 他自然就已经带动了守三羊 所谓守三羊一个是从母子起来的大肠筋 一个是从小指上来的小肠筋 一个是从无名指上来的三胶筋 这个动作他已经带动了守三羊 守三羊现在冲撞到什么地步 到最后面不管他是从前面后面 那最后就是会教会在这个大罪学这个位置 这个大罪就是第七罪 把这个第七罪拨到以后 整个气场就会慢慢松顺下来 这个时候再按已经没有多少 噢 痛你的声音了 逐渐松掉了 噢 也就是大罪松了守三羊也很好上 守三羊是好上花 那就是肺大胃脾心小旁生 刀胶胆肝都容易动 噢 十二正经通了 噢 后面上来都迈前面上来让迈人迈都很好通了 噢 第一次有机会噢 再到这个大罪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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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二经络噢的影响 当然他也就是独脉噢 好 谢谢各位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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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刚刚我提到说守三羊都要上到大罪 但是大罪没有那么容易松 噢 还是得要经过三 守三羊上头的三个关键穴位 大肠经要上头的关键在这个聚骨穴 聚骨穴应该是三脚肌的中数的这个 在什么位置呢 看这里 这就是三脚肌的中数的这一点 这是大肠经上头的关键穴位 聚骨松开以后呢 接着我们要上小肠经 小肠经要经过大罪之前 有一个关键穴位叫做鼓风穴 哦 屏风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极下肌哦 跟极上肌之间 它在表面还有斜方肌的这个中部 这个叫做transverse的部分 这个就是屏风的位置 接着我们要上三脚经 三脚经哦 上到 哦 肩膀的时候有两个穴位 一个叫做尖疗 一个叫天疗 这个尖疗尖疗的位置在这里 这是尖疗 哦 上去天疗 如果这两个都松掉 才能够再一次松到这个大罪去这里 冲过大罪以后来 那这两边就会越来越对称了 所以刚刚我不是拍前一段吗 那前一段我说 哦 一直叫这位小弟做这个动作 其实如果你两边逐渐对称之后 我们也可以自己做这样的动作 这样子就是把你这个脖头 到颈椎这边都可以疏通开来 哦 就连我自己经过了这个 十几年的自我奋战之后 我的两边也逐渐开始对称了 哦 你就平 哦 很自在的从前面疏到后面 这也有人强调这叫做疏法功啦 疏头功啊 这边过来的是膀胱经下来 这边是胆经下来 你放心的用指甲说就没有关系 甚至越来越顺就可以打到这个大罪这边 然后两边的慢慢就会越来越松 你就会越来越接近任督二脉全通了 谢谢 糖 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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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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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酱 酱 酱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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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酱酱 感谢观看